加上口罩蓝色变装 总统蔡英文抵达永和 要以首次回归党主席身份 投下自己一票 还特别帮要选主委的何博文 加加油 这次民进党党值改选 前动7月中执委中常委连带 也影响2020县市场选举 不仅是小英回国党主席第一次 也是赖清德首度以副总统身份 回台南投票 大家好 大家好 绿营要脚纷纷回故乡投票 因为这次改选可是火花四射 尤其这逢罢韩活动 高雄市党部主委一直更是呛得凶 由海派立委赵天林 对上局系和新系代表的 高雄市议员高敏林 党人力争高雄 三万七千名党员支持 谁能胜出更牵动 罢韩后续补选政治版图 甚至资源分配 不只花妈也现身投票 其他一级战区 更包括绿色友谊连线 和其他派系厮杀 台北由前立委薛林 PK海派前市议员王孝伟 双方在选签就杀到建谷 导致北市党部主委选举喊咖 张花则后现党部评照 许广东对上正国会的 现任主委邱建傅而过去相对较冷的台东 这次也有现任主委女儿林立 竞争议系立委刘兆豪 也让党秘书长林习耀 不得不特别派员进驻投开票所 就怕发生冲突 先到后续政治布局 各派系冒足权力 不敢轻忽 战况激烈 也将给绿营后续地方势力 重新大洗牌 姐姚家鼎李逸玄 SNG小组新北报道